男孩正在听歌 突然背后伸出十根手指 男人睁开眼睛 看向前面的反光 吓得直接转身 对着怪物就是一掌 怪物被打得浑身疼痛 无法起身 到了晚上 怪物偷偷在床上找着东西 结果回来的情侣发现大吼一声 怪物直接被激怒 脱下面具露出真容 小情侣被吓了一跳 随后立马往门外跑 怪物看见后 不慌不忙 派出两个分身拦住两人 紧接着 背后也出现一个分身 怪物直接动手抱住女人 想要把她带走 八岁的小女孩已经十年没吃饭了 她饿得全身没有一点力气 这时 一个流浪汉路过这里 看到女孩难受就问她原因 女孩说自己饿得全身没有力气 只能坐在这里等死 听到这里 流浪汉立马坐了下来 然后掏出自己刚买的面包 送给了女孩 女孩看到面包口水都流了下来 连忙感谢后大口吃了起来 殊不知流浪汉的这个举动 将改变她的一生 而此时的流浪汉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她摸了摸口袋 全部的钱都给女孩买了面包 好在她想到一个办法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杯子 有人路过时就伸手向路人乞讨 一直乞讨了两年 流浪汉终于要到了购买一顿饭的钱 随后她高兴的嘴被吃饭 突然之前的女孩看到了这一幕 她走到流浪汉面前 说自己肚子还是很饿 问她能不能让自己吃点 流浪汉此时已经饿得神志不清 可看到可怜的小女孩 她还是把饭送给了她 小女孩吃饱喝足后 看到流浪汉心里这么善良 于是就从包里掏出一包东西送给她 说这是自己在地上捡的 随后就和流浪汉告别 流浪汉打开包装 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堆钻石 她顿时高兴坏了 这下自己终于不用再乞讨 随后流浪汉立马找到一家珠宝店 她走进办公室询问女人 自己有钻石要卖给她 可女人看着流浪汉的打扮 立刻询问她是怎么进来的 还叫她赶紧出去 不然就叫保安进来 流浪汉赶紧掏出钻石 问女人这些值多少钱 女人起初还怀疑钻石是假的 可等她检测完后 女人的态度立马转变 她说这些钻石都是真的 总共价值两百万 但是自己可以给她十万收走 奇怪的是 流浪汉并没有要钱 而是让女人把钻石还给她 女人好奇的问为什么 流浪汉说这些是朋友的 自己还没有经过朋友同意 不可以私自卖 随后流浪汉重新回到公园 一个男人交给她一封信 告诉她是一个女孩留给她的 原来 小女孩是一名富豪 她故意打扮成可怜的模样 就是为了找到善良的人 女孩还要把所有产产都交给她 看完信后 流浪汉瞬间感慨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换猪是你 你会帮助小女孩吗 胖女人将番茄酱 搭在闺蜜裙子上 随后又偷走了闺蜜的钱包 闺蜜此时毫不知情 紧急着两人来找闺蜜的男友 趁着闺蜜和男友亲密的间隙 胖女人将偷来的钱包 故意扔在地上 接着和闺蜜男友打了招呼后 才提醒闺蜜去捡钱包 就在闺蜜蹲下的一瞬间 男友才发现女友 裙子上的番茄酱 她还以为女友的亲戚来了 于是赶紧脱下外套帮女友遮羞 殊不知这正中了胖女人的圈套 很快 两人一起来店里买衣服 胖女人早就潜伏在店里 等到闺蜜去试衣间试衣服时 胖女人故意叫来一名顾客 用钱收买顾客帮她陷害闺蜜 她疯狂的在顾客脸上亲吻 等她从试衣间出来后 早已经满脸都是纯印 随后顾客偷偷的钻进了闺蜜的试衣间 而胖女人的阴谋都被店主拍了下来 男友听到闺蜜的尖叫赶紧过来查看 却发现满脸纯印的男人 从女友的试衣间里跑了出来 而男友也认为女友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生气的提出了分手 胖女人赶紧追上男人 趁机告诉她闺蜜生活非常不检点 此时店主陪闺蜜过来证明清白 让她捡起地上的狗屎 放进胖女人包里 随后又给她打去电话 等到胖女人拿出电话时 突然闻到一阵恶臭 立马尴尬的跑去卫生间 而女友则过来解释一切 可男友还是不愿相信 店主只好拿出拍好的证据 这才让男人看清了真相 才意识到自己冤枉了女友 胖女人回来看到拍下的证据无言以对 随后和闺蜜断绝了关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便是身边最好的朋友 也会不经意的陷害你 女人被乞丐面前的现金吸引 看到乞丐睡着 女人见前眼看的把所有现金全部拿走 还故意丢进几枚硬币 假装施舍给乞丐 然而就在女人走后 乞丐失望的摇了摇头 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现金 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很快一个西装男看到钱 毫不犹豫的用文件做掩护 拿走了所有的现金 甚至还对着乞丐破口大骂 西装男走后 乞丐又从口袋里掏出现金 继续放在地上 不久后 一位大叔经过 他顾不上即将迟到的面试 蹲下把钱放进乞丐的盒子里 然后又给了乞丐一张百元大钞 乞丐看到这一幕没有说话 只是欣慰的点了点头 很快 三男来到同一家公司竞争一个岗位的面试 奇怪的是 面试官却要求他们先吃公司准备的早饭 可就在他们吃了高兴时 刚刚的乞丐走了进去 静止走到垃圾桶里翻找食物 这引来了女人和西装男的嘲讽 而下一秒 乞丐居然向他们索要食物 可西装男表示 自己就算把食物扔掉也不给他 女人更是把没吃完的食物丢进了垃圾桶 旁边的大叔实在看不惯 就把自己的汉堡切成两半 分了一半给乞丐 殊不知这个举动将让他的命运改变 很快 面试官告诉他们面试结束 大叔被成功录取 就在其他两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公司老板走了进来 原来 老板就是刚才的乞丐 他故意丢钱 就是为了测试员工的忠诚度 也只有大叔通过了测试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在不治钱的情况下 你会帮助乞丐吗 小女孩偷偷捡开女人的牛奶 等到品质灌满后赶紧离开 女人回头发现牛奶被偷 立马生气的大喊女孩站住 女孩头也不回的赶紧跑 可女孩毕竟没有大人跑得快 没多久就被女人追上 女人为她为什么要偷牛奶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人喝不起牛奶 女孩说自己是个孤儿 偷牛奶是给两岁的弟弟喝 女人丝毫不相信女孩的话 还告诉她自己要报警抓她 女孩见诺再次恳求女人 说自己的话都是真的 随后立马掏出一个奶嘴 还说女人不信的话 可以跟自己回家 说完还指着家的方向 而女人已经相信了女孩的话 可是为了看看女孩到底有多苦 她还是决定和女孩一起回家看看 一进门女人就看到 一个小男孩坐在床上 女孩说这是自己的亲弟弟 现在只有两岁 虽然女孩的家里很穷 但是却非常的干净 自己穿着破烂的衣服 却把弟弟打扮得非常整洁 随后女孩去给弟弟热牛奶 女人就蹲下陪拿还玩了起来 女人为女孩她的父母去哪了 女孩说自己父母从小就出了车祸 只留下他和弟弟相依为命 两岁的弟弟已经被他照顾了三年 看到女孩这么懂事 女人心里瞬间心疼起来 他告诉女孩自己可以收养他们 以后就不用出去偷食物 女孩听到以后不用再偷食物 高兴的和女人拥抱在一起 还大声的叫他妈妈 随后女人抱起男孩 回到了女人的家 胖子拿着电钻 对准男人的头 让他给自己道歉 男人全身都吓软了 只有嘴是硬的 下一秒 鲜红的奥里给喷了胖子一脸 所有人全都吓出了你的第五个表情 可诡异的是 男人并没有死 奥里给是从旁边的水泥地里喷出来的 原来 胖子只是吓唬吓唬他 故意把电钻对向旁边的水泥地 可这水泥里黑色的奥里给是哪来的呢 两年后 佛波勒以闪电般的归宿赶来 黑人小白用牙签往地上站了站 然后滴在生命检测器上 居然出现了两道红杠 接着对同事说 一定是水泥没有点赞加关注造成的 随后 佛波勒并没有直接切开地面 而是先用B超检测仪 对地面进行探测 我的天哪 水泥下面真的放有一个人 通过动作看出 死者当时双手朝上想要自救 可被水泥快速的凝固去求 接着佛波勒用切割机 顺着尸体的外围把水泥切开 然后套上绳索 用吊车把一整块水泥掉了出来 运回警局后 佛波勒马上对水泥进行清理 只见小白拿着小锤 咚咚咚地敲着 长毛拿着小刷 叉叉叉叉叉叉地刷了起来 还有人用扫描仪扫描尸体 以免破坏证据 仅仅过去了两年 佛波勒就清理出了尸体的脸 经过检查 尸体的面部有大小不均的淤青 张他的嘴巴里有凝结的水泥块 这说明 死者生前肯定被胖揍了一顿 然后还没等他去求 就直接把他活埋了 男人在大腿里装了一个电子表 一闪一闪的 并且还能看时间 他的女友更狠了 直接在手指里装了个芯片 不仅能刷公交卡 还能少二维码 男友一点也不服输 遇在手指里植入几块吸铁石 虽然不知道他的用途是什么 可毫无疑问 翻车了 他来医院找神医大壮 大壮却说 你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 才搞成这样 原以为只是轻微问题 可大壮给他充满磁铁的手 做了合磁共振后才知道 如果不马上帮男孩剁手 他就会立刻取球 因为磁性已经快要到达心脏 这把男孩吓懵了 直接起床就要离开医院 可刚走两步 直接啪的一下晕了过去 于是手术开始顺利进行 大壮把磁铁从男孩手里取出 为了保证不发炎 顺带把手腕里的电子表也取了出来 可手术后男孩不高兴了 非要大壮把电子表再给他装回去 这要求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男孩还连屁都不敢放 由于电子表里的LED出现腐蚀 严重影响了手臂的发育 如果不马上治疗 后果就是截肢 就当母子两人害怕的快要去球时 沈亿大壮说 有一种可以替代万关节的机器人 可以治好你的病 但前提是 不能再植入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男孩听到立马答应了下来 这可比自己瞎鼓到靠谱多了 于是大壮立马开始了手术 一般不出意外的话 也就没有意外 手术进行非常成功 男孩也如愿植入了机器人 最后对大壮说了三个字 好了 我是李子 喜欢了点点关注 下一集更精彩